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有幸采访到荷兰天王级的人物凯夫曼 凯夫曼的名气在歌坛真的是无忍不知无忍不晓 那么他永远是在歌坛都是票房的保证 今天我们就来和凯夫曼面对面来谈一谈 和他交流一些赛格的文化和知识 Hello to all the friends in business stores 请问一下,那你父子哥是养鸽子大概有多少年了呢? almost 100 years 凯夫曼说他们养鸽子,父子哥是已经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了 他的爸爸呢1927年就开始养鸽子了 所以现在是2024年,迄今已经有了94个年头 那凯夫曼说他15岁16岁才开始养鸽子 那5、6岁的时候就没有养鸽子 为什么在6、7岁才开始养鸽子 那凯夫曼说他在小孩子的时候 他有助帮帮他爸爸养鸽子 但是他小时候有他自己的爱好,他喜欢踢足球 所以他在16岁之后才正式的进入养鸽子这个行业 你觉得赛格运动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我对他来说赛格运动最重要的两件事 一个是他有赛格运动的这种激情 他喜欢运动的这种激情和特点代表赛格运动 第二点呢是因为他很喜欢自然与自然相处 那凯夫曼请问一下你感谢鸽子给你带来的这些财富和荣耀吗? 对,这帮助我很多,我可以带来的全世界 我可以带来的朋友和其他国家 凯夫曼说他非常感谢鸽子 因为鸽子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 开拓了他的眼界 让他可以周游世界,见到不同的东西 他觉得赛格运动真的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幸福和快乐的事情 那你觉得你是给赛格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吗? 对,基本上我感谢鸽子,也许多 凯夫曼说我是一个非常气愈的人 而且呢我确确实实用我的品系给很多的人造就了巨大的成功 就像现今的杨护曼斯的哈利,文斯特,德国的普拉姆格,佛格克父子等等 用他的品系造就了太多的成功 让他都把这些名字提及出来他实在是做不到 他也觉得很开心别人用他的个性能取得更多的成功 他当时也是觉得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那你觉得在赛格运动中让你失去了什么? 赛格运动已经给他带来了很多的美好 在赛格运动上面他永远都是正面情绪 满满的斗志,积极向上 如果再让你选一次,你的一生也愿意让鸽子陪伴着你吗? 因为他爸爸就养鸽子,他记着他爸爸的步伐 然后养鸽子,而且他可以把他这种爱运动的天性带到赛格运动里面 而且赛格运动给他带来了很多快乐 他觉得他会继续去选择养鸽子的伴伴 我觉得你一生中遭遇过非常多的名歌 让你觉得最荣耀的是不是晓迪克? 哈利曼说,是的,在我的赛格生涯中晓迪克有两排第一名 我一直在梦幻去拥有一群世界级的歌词 那晓迪克让他梦美成真 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晓迪克的故事 然后大家基本都不知道的吗? 因为晓迪克的妈妈呢,她是从迪克·凡代克那边已经建的 这与此歌名叫黄金女了 那是一场黄金时的一个开卖会 当时他想订购所向无敌的小孩 当时他想订购所向无敌的小孩 然后凡代克回答说,两年的订单已经满了 当时呢,他说要么等两年 刚好在黄金时的一个庆典上面 有一只所向无敌的女儿 当时呢,他就已经进下来了 他让后面讲一下他是如何引进到黄金女郎的 所以我认识你的朋友是德里克·雷克斯 道夫曼那时候,当时他和朋友很多人在那边 他当时要迪克·李肯斯去帮他进表黄金女郎 他因为和朋友要出去吃饭 当时他就跟迪克·李肯斯给了5000格莱顿的 那时候要用格莱顿的计算单位 那格莱顿就相当于现金了3000欧元 3万人民币不到 然后给了这样一个预算 然后让迪肯斯去帮他引进 然后回来的时候4800欧元 他说他非常幸运 如果再多一点点啊 他就买不到黄金女郎了 所以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他说当时呢,黄金女郎拿回来之后 他配上了他的超级种绅士 前几轮作与的非常靠前的几只小格子 其中有一名叫小迪克 小迪克呢,他参加过幼哥赛和一岁哥比赛 然后小迪克在幼哥赛 赢得了世界杯凡塞尔的哥王第五位 一岁哥领的时候他赢得了荷兰全国哥王冠军 然后小迪克呢,从一百公里到七百公里 都轻松地下狱了 随后呢,陶夫曼就把小迪克移入了种哥蛇 那时候他也不知道小迪克狱种是否会像这么神奇 随后呢,小迪克的狱种正常了整个个坛 那你觉得小迪克最为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那小迪克是鱼非常安静的鸽子 但是你把它装到笼子里面 他总是想逃脱,然后飞出笼子 高曼说小迪克在比赛归巢的时候 从来不会转圈,然后再归巢 他总是就进去了 就像一只老鹰在后面追着他一样 而小迪克呢,在大赛中总是可以拿第一名 因为他归巢的时候从不有余 那你觉得这个小迪克这样的基因是源自于哪里呢 那换人说呢,这个基因呢,他的老的品系里面会有 但是他更多的可能会是源自于首相五迪 这是哥蛇,因为他的外祖父是首相五迪 那你觉得小迪克和首相五迪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吗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所以他们也告诉我的故事 高曼说小迪克和他的外祖父 所相五迪有同样的性格特点 因为凡呆克告诉他 所相五迪每次比赛的时候 也是快速的归巢 从来不会有一秒钟 小迪克造就了你,还是你造就了小迪克 所以你与喀丽克的名价 所以你与喀丽克的名价 也令你一个名价 对,从两个角度 高曼说是相互的 对,可能是同样的 可能也认为那些人也认为 他比如说,有的人说是 因为有黄金影王才会有小迪克 但是他要说的是 凡事万目都是相互之间的关系 不是单方面的 但是你是如何做到进入歌界 一直到现在都一路这么有名的 他说对鸽子的喜爱 还有对竞赛的这种性格特别 他觉得还有很重要的点 就是爸爸妈妈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 给他了很好的这样的天赋 所以他才可以做到 如果爸爸妈妈没有给你这个天赋的话 你真的是无济于谈 所以他很感谢他的爸爸妈 给他了这样在赛格上面的这一份天赋 我们现在让考夫曼找四个恩词 来描述如何在赛格运动 成为一个成功的歌友 天赋 健康 因为你有了健康 你才可以去招聊歌 可以打理一切的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 运动的性格特点 第四点就是把事情做简单 其实很多的简单事情 大家都做得很复杂 他把事情做简单也是非常重要的 要作与好鸽子 用好鸽子真的是一件难事 但是要得到好鸽子 其实背后的做事的原则是 复杂的事情 简单做 那在你过去的五十年的养鸽纪念中 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在过去的五十年最大的挑战就是 找到好鸽子 他说其实五十年他一直在赛格制度上 最难的事情就是不断的挑战 救了好鸽子 寻找了好鸽子 比赛 比出好鸽子 就像足球运动一样 全世界的这些协会 他都在找世界上最顶尖级的足球运动员 所以可能会不出现 当然赛格运动和足球运动是一样的 足球最核心的就是找到好的 这个技足球运动员 那赛格运动最基础的就是好鸽子 比如说如何饲养啊如何管理 这都是细节的次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好鸽子 然后在这五十年他遇到最大挑战 也是每一个个月所遇到的 就是不断的寻求 和作为出真正的好鸽子 那大家都知道 考夫曼的名字在歌坛 那就是一张金字的名片 那你有这么多丰富的经验 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是如何来挑选赛种歌的吗 他说挑选原种歌 说是从赛歌里面开始 考夫曼的回答非常有趣 有些人可能两分钟三分钟 就说这是个好歌还是坏歌子 他偶要判断一只好歌子 可能需要两年三年甚至更久 他需要在这只歌子不断地去作语 去验证他们是不是一只真正的好歌子 陶夫曼那说他的准则就是 好的家族里面去选顶尖级的赛将 那比如说一次你拿到了好成绩 可能是好运 这只歌子非过十次好成绩 很多次的好成绩 那一定是一只好歌子 那这样的顶尖级的赛将 他才会移到种歌手 这是他的一个准则 然后再用这样的歌子 再不断地去作语 然后再不断地去验证 这也是考夫曼的一个最核心的基本原则 他最适合歌子的手感的外观 他可能没有那么在意 比如说一个赛歌群里面 大概有一百只歌子 他就通过比赛去验证他们 然后验证出来 有可能只有一只歌子 然后他把这样最好的一只赛将 移到种歌手 他的选歌手标准非常的简单 在好的家族里面去选好的赛将 用上好的赛将再去作语 然后再用好的赛将去作语 子弹在赛场验证 转而复始得不断地循环 不断地晒线 不断地淘汰 那你有什么技巧啊 比如说你看歌子眼睛 翅膀肌肉羽毛还有手感等等吗 No I have no idea about this Really No 不我真的不看 但当时你要买歌子的时候 你怎么去验证 For example The poker shot I never seen So the performance is good enough for me The other one is not interesting Ok before buying poker card You never see it No I never seen it Ok大家说一个非常有趣的 就是你们都觉得有点荒谬 因为考富卖买了那是全国国家常 因为成绩很好 血统很好 他就直接买了而且非常贵 然后说你之前没有看完 因为他们两个之间 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考富卖买了没有看 他说不用看 血统在那 他的成绩已经说明了 我不用看 这个已经告诉了一切 成绩和家族对于 考富卖买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就刚说血统就是家族 所以他看到好的家族里面 有超级的战将 他就知道 这个歌词就免看了 就不用检查了 直接就可以买 血统好 成绩好对于他来说就足够了 他有时候呢 他不能买这支冠军歌本身 或者这支歌王本身 那他就买一些他的亲兄妹 那这时候呢 他会筛选 他要选那种健康 最健康的那支 就可以了 就这样复杂的事情 简单做 所以你就去比赛 验证一到两年 验证好 到赛宝里面去做种 再验证 这是考夫曼的 挑选种歌的一个标准 那你去引种 其他歌手的歌词 那你的标准有什么 如果他没有成绩的话 首先前几近是一个 非常好的家族 里面有歌王 还有超级歌的存在 然后呢 他会引进这样的歌词 和这个超级歌 靠得非常近的歌词 然后他会选择 最健康那一支 尽此而已 那考夫曼你觉得 你是一个 非常有天赋的 养歌词的人吗 我认为我的父母 考夫曼说是的 然后他说 我这种天赋 养自有的父母 考夫曼那时候 他还有一个 非常福气的事 就是他住下和 离比利时非常近 因为比利时 那是赛哥的发源地 也是全世界 赛哥的摇篮 那么他非常方便 去比利时 而且他们说的 同一种语言 他就和这些 紧急的冠军歌友 可以不断地交流 不断地引进 所以呢 这样的优势 也让考夫曼取得成功 和得到了 这样世界级的歌词 也给他 有很多的帮助 所以呢 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 天时 地利 赏哥 那考夫曼你知道 有很多的歌友 都很崇拜你 你觉得你在一种理念上 和其他的歌友 有什么不同的吗 No I don't think so Yeah You have always different But I think 复杂的事情 简单做 其实简单 已经对我来说 非常之难了 因为他的 预种的理念 非常简单 把两只鸽子 家族非常好的鸽子 配在一起 然后用他的后代 去大赛中 去验证 那比如说一次 还不够 他要飞到五次 十次八次 很多场比赛的时候 非常的超级 这样鸽子一刀 种鸽子 这就是他的预种理念 但是这种简单的事情 对我来说 其实也非常难了 因为你想 他要配在一起 去验证 大概要两到三年 然后这个赛将 他在一道种格舍 所以他就用这种 很客观的方式 很简单的方式 在自己的赛格运动上 不断的去晒选 不断的去作语 他说 这就是我的预防理念 他说他和其他 各有不同的 就是要看外观 演制 演示 他说这些外观的东西 他真的很不注重 那万一也经常 去参加公鹏赛事 那你是如何挑选 公鹏赛格的 然后你觉得 他和在家里面 打比赛的格子 有什么不同 考鹏赛就说 他在家里飞得好的 然后去公鹏打比赛 通常有同一个学习 也会表现得很好 他没有很特别的 要是家族表现得好的 在家里面飞得好的 他就去公鹏打 没有太多的不同 他觉得公鹏 只有一次500公里 这样的决赛 给格子机会太少 但在家里面 他会有五次六次的机会 去充足地验证 这只格子本身的 比赛能力 考鹏赛也说了 就说是 他觉得在家里飞得好的 通常在公鹏也会有表现 但有时候公鹏 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比赛很难 或者是格子不在状态 那你就很难得到 检验出格子 然后在家里 有五到六场比赛 他格子会得到 充分的验证 他觉得 加赛和公鹏赛的格子 对他来说 都是一样 表现好的好的家族 他去送 其他他真的不太考虑 那考鹏赛 你为什么要做 轻舍拍卖会 你觉得这场 轻舍拍卖会 对你的意义来说是什么 因为考鹏赛说 因为口罩的问题 他身体现在变得 并不像以前 那么很强壮 他觉得现在 他很少的能量 那么他要在赛格运动 保持一个很好的 这个状态 像几十年以前 他需要很健康的身体 他觉得现在身体 是比较欠佳的 所以他决定 要进行轻舍拍卖会 而且他在过去的 几十年里面 把生活很多的 美好的事情 都放到了一边 他现在要想 把更多的时间 放到生活 让自己更多感受到 生活的美好 所以呢 2024年 12月7号 8号 将会在荷兰 酒店 两天的拍卖 9号 10号 11 12号 将会在赫格特的 网站拍卖 而这六天 将会凝聚 考弗曼一身的心血 进行轻舍拍卖会 那考弗曼呢 这也是凝聚 他一身的心血 即将进行轻舍拍卖会 那我们问一下 考弗曼最后 想给大家说什么 考弗曼说呢 他在亲手拍卖会 把他所有的名歌 种歌全部 全书清出 他将会保留 大概50到60之杖的 又有个 庄主于 攻棚赛 这样的话 他就会很轻松的 继续会保持 他这种激情 和对赛格的热爱 考弗曼呢 真的是在歌谈 是无人不争 无人不孝 永远是票房的保证 今天非常荣幸 采访了他 我们希望他 一个很好的 亲手拍卖会 我们也希望 不同国度 用考弗曼的歌系 取得巨大成功 我们预祝他 亲手拍卖会成功 I hope you have a successful option Yes Thank you Thank you